他是怎麼做到今天這個位置的 你從補充完再跟我們講 因為司法界裡面 其實早期像這師範 師範畢業的這批人是很優秀的 他就是早期家境比較困難 然後去念師範 宜蘭人嘛 後來來念這個 去考這個司法官 在司法界裡面 其實有很多這種司法官 但這種司法官其實都屬於蠻認證的 他就一步一步這樣子去努力了 剛剛我補充光晴講的這個 他其實現在跟外面在講的說 他會去自己政治人物服務 其實這個有時候我是覺得 可能也有跟我們的制度設計有關 你要立法院去 同意他 他都不跟他來往 以我們的立法委員 不可能 他要過 真的 那陳忠銘像他在早期 他有一個小孩子在念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國中都有分升學班跟放牛班 他的小孩被分到放牛班 以那時候的檢察官的職權 他其實是可以用關係去弄的 他也都沒有去影響學校了 後來都反而是 是他的同僚的家人也在教育卷服務 知道這個事情 有主動去幫他兒子的忙 他兒子給他調整了以後 人家後來也是念到國立大學畢業 所以我是從這一點是說 陳忠銘有些可能他平常的那個 行事風格 跟我們現在在講有時候 可能有點落差 那這些特徵組為什麼這麼挺他 他是真的授權給他們的嗎 這個有一個問題 因為特徵組跟以前的查理中心都一樣 你現在檢察官 每年要去升遷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 比較快速的一個管道 捷徑 你到那邊去都辦一些請募的案件 部長看得到 部長在簽選的時候就會選這些人 那這加上這個特徵組的設計 是由總長 檢察官要升官也要靠大案就對了 當然要 那麼多檢察官部長的誰也不認識 有的案子機很多不辦 辦了一個做人生案 什麼賠儀名辦就這樣辦了 因為像那個 特徵組他的設計是變成總長去提名 然後再經過法務部的檢察官人士審議員 會通過才任用的 所以這部分當然總長 他選的人來 一般來說會認為是他的人馬 那將來在這部分在開會升遷的時候 他們是會比較佔優勢 然後他們再加上他們辦的案子 又比較矚目的 那個是會有一些影響 部長在勾選的時候 會有一些影響 那個年晃 綠營怎麼看這個彈劾 其實我覺得陳聰明 剛剛天佑講了我覺得補充一下 那個制度的設計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期待的檢察總長 是一個獨立剛正不阿 可以承受很多壓力的人 可是我們的制度設計 你要國會同意 大家都瞭解 現在我們台灣國會的生態 你不去拔鬧不可能滾 這個是互相衝突的 陳聰明其實 藍綠其實對他都不滿意 藍的部分我們剛剛討論很多 綠的部分對他不滿意是哪裡 你的特別費為什麼辦綠不辦藍 為什麼連戰 蕭萬場 吳伯雄這些人 特別費到現在沒有簽結 然後這個余次宴什麼國發院 為什麼都不辦 特徵組為什麼都不辦 特徵組現在全組在辦扁案 對不對 所以綠的對他也不滿意 可是就是說綠的 你說藍的又說你辦扁案辦得不夠快 對 然後綠的是說 你都辦綠的都不辦我們 你都辦綠不辦藍 那現在你說陳聰明 藍綠其實都對他不滿意 但是要不要讓他下台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綠營其實對陳聰明 其實有很多意見 可是這是綠的 為什麼會跳出來講話 就是當然一方面是有那種 反正政治 反正你難得說對 我就一定說不對 對 就這樣各自選民就會有加分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就是說 陳聰明就他的法律上的正當性 其實他正當性是比王清風還高的 你王清風還沒有經過立法院同意 陳聰明是經過立法院同意 國會同意的 對 那你監察院可不可以彈劾陳聰明 可以 可是監察院彈劾的 因為監察院在修憲之後 是變成準司法機關 為什麼當時叫他準司法機關 就是說你除了社會觀感 道德層面的東西 你要有一點點的證據 當然他的證據要求 沒有法律上要求的時候 你要有十分證據 你監察院如果說今天好 你要用這種說謊 不誠實 後面有很大想像空間 這樣理由彈劾陳聰明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可以被彈劾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後面是一個 政治的案件對不對 問一下憲宏 當然是 你剛剛提到綠色為什麼 會對這個事情 後面是大刀在砍還是小刀在流 你想 這個案件 2月26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繼續追 這個對綠色人來說 是很大的壓力 甚至於又拉出黃昂彥 又沒出飛來 陳聰明 黃昂彥跟施茂 以及葉聖茂之間 在這一段時間裡頭他們安排了什麼 這個是對綠營來說是很痛 如果再挖下去 又是大家都中槍 大家中槍 他們不應一見到 這個可以想像 所以他轉移到 跟陳聰明沒有下台有什麼關係 這當然啦 你從時間看 當然是 年況剛剛不是講的嗎 1月5號這個 6比6 1月9號就3比0 所以你的意思是2月27號會4比0 可能很難 因為這個 已經8比3了 已經8比3了 而且時間距離不一樣 1月5號1月9號 這個是現在1月幾號 這個1月18號 2月27號 隔了一個多月 所以這個效果我看是 要重新估計 不過那個的效果 我認為是存在 那就是說 國民黨制也承認了 報告裡頭 不是全部啦 全部還有其他原因 可是好像提到陳聰明兩次 對 有提到兩次就表示很嚴重 這後面是掃刀地撩 還是掃刀 掃刀地撩 掃刀地撩 我認為是掃刀 掃刀地撩 你們講這個 報紙在寫金小刀 奇怪 金小刀是 市長的實在是金小刀 他換刀了 換了掃刀 他現在換掃刀 他老早都換了 怎麼會看不出來呢 你看 那個 我覺得 那一間好有收穫 原來對方已經換武器了 換武器 你沒有在屋子裡 你沒有看他連馬英九說話就不一樣 有沒有 對不對 就很多事情在金小刀進去了以後 就不一樣 叫他掃刀 因為我當著面也叫他掃刀 我說你怎麼是小刀 你是掃刀 那個是以前就說過他 那問題在這裡 也就是說 現在的確 他是其實也跟你講 我連走路抽菸這事情我都管 我還有什麼事情不管 你想一想 那個相裝五件 清楚嘛 對不對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監察院要 第二次談的之前 那個力度也是由那個 那個新聞如果有記錯的話 那個地質法對不對 地質法 都是金小刀他 花洞的 有哪個報紙厲害到去挖掘出說 有關沈世宏這個事情不當 然後那個金普聰聽到了以後 這個洪山沒有 不是 是他主動 接受記者訪問說 我幹了這個事情 那這一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主動說 我那時候就講說 他相裝五件 意在佩共 他有別的想像 這是他的媒體操作 他的媒體操作很清楚的告訴你 只有一個訊息 走路抽菸這種事 我都管 那就請各位想像 他有什麼事情不管 我覺得這才是我會 雞皮疙瘩起來 覺得恐怖的地方 對走路抽菸的朋友來講 你現在一定覺得 讚 金普聰 一通電話就搞定 對長期覺得 這個馬政府 是在有夠染弱 反應免疫不夠的 這個藍營的支持 比如說讚 你看 立刻一通電話就搞定 多麼有行政效率 這才是我害怕的地方 這才是恐怖的地方 對 我們國家是沒有制度了嗎 就說他會異業掉制度 光晴你知道我覺得 要跟全國民眾講這個事情 你在大聲叫好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冷靜一下 這不是民主制度的一個常規 我們怎麼可以寄望這樣 尤其他剛剛講 就是我連這個都管的時候 我什麼是不管 這是典型的人質 這才恐怖耶 我現在問行政院長誰在當 吳敦毅啊 現在是金普通 但是現在是誰在當 現在是金普通 怎麼可以 誰在管現在的行政院長 跟行政院長下面的閣員 誰在干政 如果現在是 他凡事看不順眼都出手 那我問你 他看經濟部哪一個政策不對 改 改 他就打電話 可以這樣嗎 所以我們全國不可以給金普通 這樣大的掌聲 跟這樣大的一個肯定 但是你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對金普通 這是程序上的問題嗎 我對金普通個人 我一點偏見都沒有 可是我 我害怕的是 誰給金普通這樣的權利 馬英九 你怎麼會等那麼久 我覺得我們要講清楚耶 現在已經不是講說 走路抽不抽菸對不對的 不是 我不在乎那個 可是不是這個 現在喔 你看在什麼角度來看 你如果站在一個 維護制度的一個角度上來看 我隨便舉例啦 假設民進黨執政 謝長廷他幹黨秘書長 他可以打電話去跟 游錫坤做行政院廠下面的 任何一個閣員說 你哪邊不對嗎 可以這樣 不行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 很合理的懷疑說 監察院 齁 在這個3比0之後 對不對 因為你怎樣 你看不順勻 你都可以出手 你不管什麼體制啦 對 我在提醒 我覺得 然後 而且你知道 來一屆使者可能會鼓掌 我告訴你 你什麼時候 就是因為行政效率不好 所以我們對那種人質 就會很嚮往 對那種一通電話可以 會望置心切的說 我們會把我們的權力 一點一點的流失交出去 你記不記得3比0之後 蔡英文基於愛護的原則 他說這個事情真的是 不是金普通應該負責的 我們金秘書長的表現是說 他很生氣 你說什麼 這就是我要負責的 我願意為3比0負責 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們都怪我好了 好 那我拿 我拿金令狀 這個事情就我來辦 他很希望負責3比0的事情 我是覺得這樣 就是金普通把這個信息放出來 就是他有他的 所謂的媒體操作 但我們一定會懷疑他 你怎麼不可以 黑手進入這個 但是我們回過出來 這就是所謂的政黨政治 不是喔 不是喔